大家好,欢迎来到美西菜味 苹果是我们一年世纪都能够吃到的水果 苹果还有一个平安祝福的寓意 在日常探亲房友的时候 我们也会烧上一些苹果作为伴手里 市场上的苹果种类也有很多 有些朋友在挑选苹果的时候 专条又红又大的 等到吃的时候就会发现 苹果又酸又硬非常不好吃 所以挑选苹果的时候 只看体型和颜色是不够的 今天我就在视频当中给大家分享 挑选苹果的几个小技巧 掌握了这几个小技巧 以后再买苹果的时候 就可以买到咸甜多汁又好吃的苹果了 挑选苹果的第一点 我们要看苹果的颜色 我们在购买苹果时不难发现 市场上的苹果 有些颜色偏黄 有些颜色偏白 有些就红通通的 颜色比较浅偏黄偏白的苹果 就是在生长的时候 隐藏在树叶里的苹果了 因为受到的阳光照射比较少 所以色泽就不饱满 这样的苹果就会比较酸 建议大家不要挑选 我们要选就选颜色红润的苹果 但不能是 整个苹果都是一个饱满的颜色 而是红中带黄的 毕竟苹果能够照射到的阳光 是单一面的 如果整个苹果都会呈现出比较均匀的红色 那大家就要小心了 有可能就是被商家打过吹红束的苹果 因此 要选就选颜色红 但是也有少量的黄色分布的苹果 这样的苹果才是受到正常的光照 自然成熟的苹果 第二点 我们要看苹果表皮上的纹路 通过顶部的部分 我们就能够看到 有些苹果有均匀细长的纹路 有些则没有 这些均匀细长的纹路 则是成熟苹果的象征 纹路均匀垂直的向下延伸 并且分布比较多的苹果 就是成熟度高的苹果了 如果苹果表皮上的纹路少 而且不清晰 那就是骨肉比较硬 并且酸度高的苹果 因此 我们在挑选苹果的时候 苹果表面的纹路越多 就说明苹果越成熟 越甜 就可以放心的 挑选回家啦 没有纹路的那些 就不要挑选啦 第三点 要看苹果底部的果旗部分 通过苹果的果旗 我们就能够区分 苹果的性别了 苹果底部的果旗范围大 并且生的苹果就是母苹果 母苹果的体型呢 一般也都会比较偏圆润 长得比较宽 这样的苹果吃起来就是鲜甜的口感 并且水分充盈 而苹果的底部果旗范围小 果旗茄的苹果就是公苹果 而这种苹果的果肉就偏硬 达不到鲜脆的程度 吃起来呢 也会比较偏酸涩 所以我们要选就选 底部果旗比较深 并且长得比较宽的母苹果 第四点 颠一颠苹果的重量 同等大小的苹果 有些会重一些 有些则会轻一些 我们要选就选重一些的苹果 这样的苹果水分含量高 果汁更丰富 而轻一些的苹果就清缺了一些水分 果肉吃起来呢 口感也会偏材 所以我们挑选苹果的时候 也可以拿起来颠一颠 感受苹果的重量 要选重一些的苹果会更好吃 第五 挑选苹果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苹果拿在手里 用手触摸苹果的表皮 感受苹果表皮的光滑程度 有些朋友认为 表皮光滑的苹果 就是成熟度高的苹果 要是这么想就进入到误区啦 成熟度高的苹果 表皮是比较粗糙的 不光滑的 我们把苹果拿在手里的时候 摸一摸感受苹果表皮的粗糙程度 苹果表皮粗糙 饱满不干扁的 那就是新鲜甜度高的好苹果啦 好了 方法呢就已经分享完了 不管是什么品种的苹果 只要按照以上的方法来挑选 就都一定能够挑选到 又甜又脆又多汁的油脂苹果啦 如果您学会了 也记得收藏转发试试哦 这样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您也可以关注我 我是艾瑶 感谢您的支持